現在才知道 是 妳不要看這兩張 怎樣 這兩張椰式的紙 有這麼厲害 這兩張紙是怎樣 空間的喔 對 這裡面有我獨家的配方 我可以讓那個看起來 百分之百的橄欖油 其實裡面一點橄欖油都沒有 這麼厲害 是 這個是我獨家的 你獨家的 你確定沒有別人會 沒有 全台灣省職業我會 是 可是現在真的食安問題很可怕 因為就像憲哥你講的 橄欖油裡面根本就沒有橄欖 是 對不對 然後呢 而且辣椒油裡面 也沒有辣椒的成分 對 所以像現在有很多媽媽 其實為了怕吃到這些造假的食物 或者有毒的食物 我們都願意花更多的錢 然後去買好一點的東西 可是沒想到我們已經花了大錢 買貴的東西 它裡面還是假的 吃進一堆假食物 讓你既傷荷包又傷健康 趕緊跟著三位來賓 一起來聰明挑食材 而專家們也要教你簡單的 望聞問切 就可以輕鬆挑好油喔 真的 歐洲也有 最近歐盟也踢爆了 十大的詐欺食品裡面 包括你剛剛講的 有稀食物裡面沒有有稀 蜂蜜沒有蜂蜜 花枝圈用那個豬的肛門去做的 好噁心 對 我一聽到我真的差一點吐出來 我小孩很愛吃花枝圈 真的假的啦 真的 我不騙你 可是花枝圈咬下去是白的 豬的肛門是白的嗎 是白的啊 對啊 而且脆脆的啊 因為炸過你看不出來啊 那裡面第一名的詐欺的就是 橄欖油 對 橄欖油它也是可以用濾脂油 然後經過我調過以後 加很多的添加劑 讓你看起來完全都一樣 心都碎了 對 心寒了 是 那售價就翻了好幾番了 對 那我們要請杰玲來告訴我們 我們怎麼來分辨這樣的一個魔術的手法 現在不只橄欖油是假的 就連花生油 麻油 辣椒油全部都是假的 而且黑心的成分 連檢測單位都測不出來 怎麼會這麼恐怖呢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這篇新聞 葉子在意各自不同的比例 調出油酸百分之七十八的假橄欖油 這樣混搭的油品 在質譜儀的檢測下 單就油酸成分 表現得跟橄欖油幾乎一樣 聞起來有股腥味 因為這款辣椒油 是用辣椒粉和辣椒精 以及沙拉油調出辣度和油度 裡頭根本就沒有辣椒 片粉大的還有花生油 實際上卻是用低價的沙拉油 還有麻油和香精調和 裡頭一滴花生也沒有 好恐怖喔 所以現在我要考考我們現場的來賓們 手上有兩杯油 哪一杯是真的 哪一杯是假的 你們分辨得出來嗎 我覺得A是真的 A是真的 為什麼 兩杯看起來很一樣 因為B的顏色比較假一點 如果以前我會覺得是B 因為會覺得葉綠素的部分會多一點 而且你覺得越像真的東西 它就是假的 它就是假的 因為現在我們要反過來 如果要活在這個世界上 好那我們來問一下那個 剛當媽媽的語文覺得是A還是B呢 綠的話好像是B比較綠耶 橄欖油好像是比較綠吧 所以你會選B 我會選B 不過現在被抓的那個裡面 是不是就是有什麼綠銅素 對 就很綠啊 所以你現在到底要演戲為憑還是要逆想動作 B好了 B 好那乙柔已經就是很有做菜經驗 而且老公也是名廚 對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 以專業的角度來看 其實用肉眼真的看不太出來 對 因為我那時候我記得我去年還去西班牙 然後還特別上了怎麼樣品嘗橄欖油的課程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我們是真的 老師他就是比如說他讓你ABC 他就先讓你喝A 然後怎麼喝 然後呢喝了之後會有什麼味道 所以你現在想喝看看嗎 不好吧 哈哈 沒有其實如果依照我們一般來選的話 可能我也會跟宇文一樣 就會覺得是B 其實我們不能說是真或假 對 應該是說我純不純 純不純 對 現在最純就是沒有加任何其他有的是B B是純的 A是有中國手條的 對 成功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光用肉眼 但是光用肉眼其實這只是其中一個 對對對 我們等一下可能要聞聞看 摸摸看 吃吃看 是那請問一下王老師 外面標榜百分之百的橄欖油 那聽說他動過手腳以後 加了很多混合油 還是很多的一個化學香精等等 以後連儀器都測不出來 對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就是說 應該也是說這個老闆很厲害 好我知道保額脂肪是10對不對 那我可能多元的是可能15% 那單元的可能是75%對不對 對 那我如果今天拿到的是 這個所謂的花生油 大豆油好了 沙拉油 那他的比例不是這樣 那他可能就要調棉籽油 再調一點葡萄籽油 那去把它調到剛好跟這個很像 很厲害 很厲害 那厲害是在這裡 那另外一個 就是把這個脂肪酸調比例對了 那還要再加顏色 因為各位知道嗎 如果你今天加的是沙拉油 沙拉油 黃黃的 顏色不對 是 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要這個 用這個所謂沙拉油 然後廉價 甚至有棉籽油 更便宜 那他可能是90%是這樣 那加10%的純的 對 橄欖油 那我們可能加進去 大概10% 顏色就 馬上有變 可能這個是純的 100%的橄欖油對不對 對 但是他顏色有一點改變 可是問題來你看 其實他也不容易 兩個沒有辦法融合在一起 對 那顏色可能就不像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他加了所謂的銅葉綠樹的 綠色色素 最近超紅的他本人 那我們就加一點點 因為 因為他現在是黃的 是 因為橄欖油 不夠綠 所以他再加一點綠 讓他變成怎樣 出來了 有了 變了 好像真的 真的 好像綠茶 對 就變成綠 有沒有 那這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是大家還要查 那不同的油放進去 他如何讓它均直 讓它均勻 對 他有沒有在加什麼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對 我跟你講那個太厲害了 太強了 所以其實看到最近的新聞 大家都覺得很緊張 因為根本就沒有辦法判斷真假 對 所以如果以過去的經驗來講 我先問一下語文好了 你怎麼去選橄欖油 我以前是比較偏好 就選一些像南歐地方 比如說西辣 西班牙 就感覺那個地方 從國家出產地來選嗎 盛產橄欖的地方 然後他寫原裝進口 對 然後要 就是冷壓出炸的橄欖油 還有他的瓶聲 好像要按一點點 他們說冷壓出炸怕光 對 然後我以前是有學手工造的時候 那個老師跟我說什麼 好的橄欖油打開出 有新鮮芭蠟的味道 就有一股青草 或是芭蠟的那個青草 比較天然的味道 對 可是我跟你說他們現在很厲害 綁芭蠟味道 對不對 還有芭蠟味 沒錯 那扇偉你怎麼挑之前食用的油呢 我其實一開始其實就是 哪一個牌子大 然後就買哪一個 對 這是一般的 然後 後來就慢慢地改變 因為做外景嘛 我常常會到產地去 你剛剛說我最近去的是 去日本的小豆島 他就產橄欖嘛 那你就看得到那個 在地 甚至你知道 他是怎麼製作的 甚至還要你去採訪他 你到工廠去嗎 對 然後去看他們的那種環境 對 然後就 所以你會知道他生產的過程 對 就是甚至他製作的那個人 裝瓶的那個人 他們都會寫在上面 那個我們那個新聞的那個人 像認證一樣 也是有新聞採訪還有頒獎 他有工廠做那個開模 所以現在就很可怕 那扇偉他那個冷壓出燥你有喝嗎 我有喝耶 感覺是真的跟台灣的那個標榜 百分之百的味道一樣不一樣 你說真的要分辨 我真的分不太出來 那你覺得你自己曾經有種過嗎 有吃過這種假油嗎 有啊 我今天帶的就一堆 他有一個假油 真的啊 這附什麼什麼的啊 這兩瓶 而且我還分 而且你真的有在吃耶 可是有在用耶 我就是有在用 我不是特別去買 這個是有 這個是另外 這是苦茶油 這是我每天會 這兩瓶就是最近 複叉香的 複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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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都有在吃耶 真的 但這個是我 我剛才看到老師那裡 我好開心喔 老師有在用 跟你的一樣 對 這個是我後來放棄的 因為這個我也不知道 它到底好不好 然後後來呢 在研究的結果 就換這個 換那個 而且是深色瓶子的 深色瓶子 好那我們來問一下 專家級的倚柔 我們現在家裡只用苦茶油 跟橄欄油 而且橄欄油 也都是選這種頂級出大冷壓的 所以你那頂級的說 我剛剛就在問倚柔 我說多少錢叫頂級 因為頂級的很貴嘛 對 就是不可能說 一罐 大罐耶 差不多一兩百塊 不可能 是沒有買那麼便宜 可是我就覺得說 可能就這樣小小一罐 大概四五百塊 五六百塊 應該不只吧 這個沒有這個 也只要一千多 四百左右 沒有但這瓶也 的確比它大很多 大概這個四百左右 隨便它的定價是八百八 對啊 差不多 它普通的其實這個 這樣子換算比例差不多 所以柔講說 真正好的冷炸的橄欄油 它其實是適合可以高溫 那當然大家一般印象中 直接拿麵包來沾 或是直接做涼拌也是很適合 對 那其實苦茶油也兼具 這樣子的一個特色 它也是很適合高溫 它也是可以直接拌麵 拌什麼直接吃 然後對我們的腸味道比較好 請問一下教授喔 現在大統的那個黑心油品 已經造成全國的恐慌 那尤其聽說喔 我們這個二十萬的國軍 過去的十年 大家都吃的大湯 混合油 真的假的啦 真的 另外我們全省的 中小學的營養午餐 有一百二十三家的一個學校 通通中獎 真的假的啊 真的 我小孩有必營養午餐啊 我跟你講包括夜市的 那現在大部分都是用加攝數的 那這個攝數吃下去的話 對我們人體到底有什麼影響 橄欖油低到冷壓的 應該本來就是它有點綠綠的 黃黃的 聞起來 確實會有一些 這個新鮮的這個草的這個味道 是正確的 但是要拿到真正好的橄欖油 確實不容易 等一下我們再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去真正挑到好的橄欖油 這個橄欖油你如果加了這個 所謂這是加的那個 就是銅葉綠素的 這個銅本身呢 它就很容易在你煮的過程當中 煎的過程 炸的過程當中 它就容易釋放出來 那這個銅本身是一個重金屬 它是少數重金屬裡面 毒性也蠻高的 那很多人甚至銅代謝會有困難 那銅代謝有困難的人 有些人自己不知道 所以你看看自己眼睛 然後長期吃到有銅的時候 會在眼睛的紅膜的旁邊 形成一層這個圈圈 這個圈圈是有一點 紅膜旁邊的 你看看你 哪一個紅膜 紅膜在哪裡 紅膜好緊張 大家趕快現在拿鏡子出來 會像那個荔枝肉那一圈 對對對 哇 你好專業喔 因為我常常紅啊 變殭屍的時候 那一種人就很 更容易受到銅的這個傷害 所以它圈圈會紅色的 不是 圈圈是這個黃棕色的 黃棕色 我還沒還沒 我就是 真的假的 因為同一進身體 它就在身體裡面會產生 大量的過氧化物 我們叫RAS 這個自由肌啊 這個自由肌呢 於是就透過 這同一進到你身體呢 當然會透過 血液等等在循環 所以這樣的一個循環呢 是容易造成 讓你全身都受到這些 超氧化合物跟自由肌的傷害 那特別是我們的肝臟 我們的腎臟 還有我們的神經系統 所以同中毒的人呢 有時候會造成怎麼樣 它講話也有問題 手甚至會產生顫抖的現象 然後眼睛的這個視力 不能夠集中 然後甚至呢 它站的時候呢 它容易產生有搖晃的 這個感覺 不會很穩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全面性 很毒的這個化學物質 那過去我們知道一般的這個葉綠素呢 它裡面它的這個金屬的成分是鎂嘛 金字編一個美麗的鎂 但是這個鎂把它用銅取代了之後 那這就是一個高毒性的這樣的這個物質 所以銅葉綠素裡面的葉綠素有毒嗎 沒有 葉綠素是一個統稱嘛 葉綠素裡面一定要有一個金屬 那正常我們去外面的這個素葉啊 應該配鎂 它是配鎂 但是呢現在這鎂被抓掉了 用化工的手法呢 把銅給放進去了 可是政府規定 那個口香糖裡面可以有 這個你就說對 這還是一個很好的題目 對啊 這個是拍拍手 因為呢 銅加到我們的油裡面 因為大家都會拿它去煎 拿它去炸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銅會出來 但是你把它放在口香糖裡面 口香糖你在嚼的時候 那個溫度就是你 頂多是你的體溫而已 那一個溫度不足以把這個銅 從那個銅葉綠素裡面 給它釋放出來 所以我們攪一攪 它會吐掉 吐掉啦 而且你不見得會有這麼多量 而且那個銅呢 還被包在那一個葉綠素 那個化學結構 我們叫做一個Poflin 那個Poflin的結構 實際上就跟我們血紅素的蠻像 我們血紅素也是一個Poflin 但中央那個元素是鐵 它是鐵 那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是銅帶進去 那這個就是不一樣的情況 那在高溫的情況之下 更容易釋放出來 所以這東西有允許加在某一些 類似零食類的東西 對 那不允許加在食用油裡面 對 那本來那個老闆還正正有時候說 你們台灣人不懂 所以 人家那個歐洲那是高級的東西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即便大家在嚼口香糖 對 特別是有這種綠色藍色這些口香糖 你嚼一嚼的時候 你嘴巴感覺有那味道 那些液體什麼之類的 還是盡量少吞到肚子裡面去微妙 那很難耶 口香糖 那一定會吃 那不就是要吃 那不就是要吃 是為了吃它的各種不同口味 錯啦 其實輕輕你的口腔的味道是好 當然東西還是吐掉 但是最好基本的情況之下 還是不要讓小孩子養成什麼 盡量不要吃口香糖 那請問一下教授 再追問一下 他現在感染油裡面加上那個棉子油 那聽說棉子油對男女的生育 是有影響的 那是一個殺死金蟲非常強力的這個物質 也是會造成女性的這個卵巢 跟女性她本身的這個內分泌系統 產生一個錯亂的現象 所以驚奇會產生錯亂 所以影響我們人類的生育的能力是很大的 那基本上來說這個棉子油 這個棉子的東西 嚴格來講它是一個工業廢棄物 農業廢棄物 它是工業廢棄物 因為我們是把棉花拿出來之後 剩下的渣渣嘛 就是這些棉子嘛 那於是有很多國外這棉子很多了之後 他就想要把它去餵生畜嘛 餵羊 餵豬 餵牛 過去也發現過很多這個牛羊的等等 死掉的這個現象嘛 那就是吃棉子死掉了 那它真的死掉 那它真的死掉 對 後來就是知道是因為棉分的關係而死掉了 所以才知道說這個棉分 必須要從棉子油裡面百分之一百把它抽掉 但是抽掉了之後呢 如果說這個棉子油看起來 通常來講可以到達蠻黑色很棕色 甚至黃色這樣情況嘛 對 嚴格來講 因為它那個棉分本身是一個黃色的色素 所以油呢 如果是還有一點點黃色的時候 其實來講都應該要懷疑那個棉分還在裡面 所以棉子油精煉過之後啊 它就真的都沒問題了嘛 那其實問題還很大 你講到這個精煉 這精煉才是一個重點 對啊 一般來講棉子拿來了 它要把它壓扁 壓碎了之後 然後用擠完 擠完就是一個有機溶劑 本身有毒性 然後去做萃取 萃取完的時候 因為棉分子這個化學結構啊 裡面有六個純基 兩個全基 所以呢 你很難掌握它是偏酸還偏鹼 它的酸鹼的變化很大 於是呢 它在精煉的時候呢 它要加進去不同的酸 不同的鹼 然後把它用洗的方式 把這些東西的把棉分給洗出來 所以這個酸鹼本身的純度 跟裡面有沒有什麼雜質 會造成這個棉子油本身的品質問題 然後處理完了之後呢 還要把剛剛所說的 想辦法把剛剛所說的擠完給揮花掉 揮花掉完了之後 其實這個棉子油還有顏色 對 就到了最後一個階段 必須要百分之一百把它脫色 再脫色 對 脫色 如果沒有脫色 有一點點黃色 基本上來說 那棉分可能就還存在了 所以這是一序列的工業生產的過程 在這工業生產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發現 這麼低級材料的這油 不可能用高級的這些所謂的 萃取機器 對 萃取機器 跟萃取的過程 所以常常中間當中 就會很多雜七雜八的東西 都一起在裡面去 那這個東西 通常來講 當然也就會進肚子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你手上 你家裡買的 那麼多的橄欖油裡面 到底哪一瓶是真的 哪一瓶的品質是好的 我們要怎麼辨別 我們請王老師來教我們 好 一般這個橄欖油進來的 大概你這種成本價 一公斤大概都要一兩百塊 是 那你免齒油大概一公斤二十塊 對 好過分 所以才有這個空間 那近幾年又這樣 健康醫師抬頭 大家被教育說 橄欖油好像薪水管很好 所以大家會 才有這個空間 那王老師你常常在教我們 怎麼來挑 對 所以我們在挑 我們有一個口訣一樣 跟中醫看病一樣 要望遠問切 那橄欖大概是黃金帶淡綠色 那當然也有 橄欖品種不一樣 顏色會有落差 我們不能說一定是哪一個顏色是真的 所以這個也沒辦法直接判斷 所以要四個理由 所以都要加一下 對 那第二個問 要聞 就是你要聞聞看 所以剛才你們沒有聞 所以來 我們可以現場你們聞聞看 有沒有拔辣 那個木草味道很重 差很多 有拔辣嗎 有 那我教大家 對 拔辣味 應該說 好像割過青草的味道 這就沒有了 這就沒有了 就是有那個草的味道 有點像拔辣 這個是油耗味 對 而且有一種那種油的味道 所以但是 這個好清香喔 這個有拔辣味 對 但是你們剛才猜 這兩個都是標榜 是ExtraVolging 剛剛宇文講的 是頂級冷壓粗炸 它的標示也是寫 頂級特級冷壓粗炸油 所以這個也寫是冷壓粗炸 是 它也是特級冷壓粗炸 那其實你們也可以做個動作 你可以把它沾一點 這是真的對不對 你沾在手心上 你把它戳一下 在國外它是要用熱 讓它去味道更明顯 對 它喝的時候 就是要加一點微微的溫 那如果你是有 這樣摻過別的東西 你這樣一揉 你會發現它其他油的味道 也會跑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分辨了出來 對 憲哥可以吃吃看 這假的喔 這假的啊 所以一定要買回家 那個臭味 好臭喔 臭油的味道 那完全是臭油的味道 油超味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體溫 對 這樣體溫就可以達到30左右 對 那就完全那個 那可以純 黃老師 所以純的可以拿來護膚嗎 對 橄欖油其實在歐洲 對 橄欖油可以護膚 對 本身就是 像我們早期 阿嬤都是用苦茶油來護膚 對 那苦茶油跟橄欖油 就是東方的橄欖油 是 而且最天然的 對 最安全的 單元不好是很接近的 對 那這個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文 第三個問 從條碼裡面 從產地 當然現在因為台灣來就是混了 混沖再重新包裝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方面比較有疑慮 那我們看最大的產地就是西班牙 義大利還有希臘 可是黃老師這一瓶上面也寫 他產西大利 原產耶 對 所以剛才也有提到 其實歐盟也公布 第一名的炸雞食物 橄欖油 所以我們從產地 這也是一個參考 那第二個 你要看看它的酸價 因為酸價代表的意思就是 這個油的新鮮度 對 好像我們打果汁 你買新鮮水果打的果汁 是不是喝起來特別好喝 對 那如果你水果放了三天 五天 兩個禮拜 你再打就不一樣 一樣是那一個水果 但是就不一樣 所以橄欖也是有分 新鮮度 酸價就新鮮度 對 歐盟的標準是 Extra virgin就冷壓出炸 要低於0.8 他有血酸價 他有血酸價 有 這個就不敢寫 對 這個沒有寫 所以他敢寫比較低於 他有這個信心說 他的產品就有新鮮度 所以芳香味才會留住 不新鮮度也超於癌 所以這就是最大的差別 對 一樣在橄欖油的差別裡面 好 然後 這就是等級的差別 對 像這一瓶也有這個標榜 所謂的Pure百分百有沒有 它是出炸完的再去精裂 Extra virgin Pure 把韓語的油再把它擠出來 對 那這就是等級的差別 好 然後第四個 切也就是剛才我們提到了 你要塗塗看 對 聞聞看 還有一個我給 來 吃吃看 還要吃吃看 我覺得這裡最適合 就是韓國的香 對 因為我們兩個 現在不太適合 他們在餵奶 我們在餵奶 我準備喝的 這不好會傳給小孩子 你真的可以 你真的跟假都喝一下給我看 你可以講 對 稍微你講 你吃完的那個感受 那橄欖油它有一個很獨到的 剛才講的芳香以外 真的 你含在嘴巴 大概吞下去慢慢兩三秒鐘 它會有一個香辣 辛辣的感覺 辛辣的 我覺得張善文好像無感 對 沒有 真的有 我在試那個第一 一進去的那個草的味道 我剛才聞的那個 你含在舌頭 你含在舌頭 它會有一個那個 淡淡的辛辣味 你拿假的試試看 它不是假的 只是沒有那麼純 你們都生了才可以喝假的 我還要好好保持一下 對啊 它已經生不出來了 還叫它喝一點點 所以喝下去 是假的 對 它會有一股 一咪咪啊 除了香味它會有一股淡淡的辣味 會回甘的那個淡淡的辣味 油超味 真的 他實在調的太失敗 他本來就不是橄欖油 我們吳教授好像也有針對 橄欖油挑選的部分 有些配方要跟大家分享 橄欖油的CNS4837的國家標準 就是我訂出來的 最好的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把好的橄欖油拿來 對 如果家裡可以的話 你去比如說外面的店裡面 買一根比較廚房用的 精密的那個溫度計 那個溫度計呢 它中間是鐵的 對 溫度計 然後你拿一個玻璃的容器 最好這玻璃的容器是石音的 然後你慢慢給它加熱 慢慢給它加熱 如果是真正的是好的 這個橄欖油的時候 那通常來講 所有的油都有一個發煙點 對 你發煙開始冒煙的那個點 那個點 溫度太低也不行 太高也不行 是 是 第一級的extra virgin的橄欖油 它發煙點是191度 那稍微其次一點的 你會發現它大概在199度200度 然後被精緻過了 甚至氫化過的橄欖油呢 它可以拿來炸 那很高溫度那個 那個可以超過230度 所以用這樣一個簡單的溫度測試 大家自己在家裡面可以做的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買了這個品牌的橄欖油 來我在家裡做一個這樣簡單的實驗 對 看它發煙點 你一發現這個發煙點是可以信任的 以後呢 這些廠家就表示它是比較OK的 那你可以去買它的這個產品 是 但是如果大家要從外面去看 比如說你買來這個包裝去看 它是不是好的 是不是瓶子的顏色真的要選 瓶子的顏色當然要深色 要深的顏色 大家也不要買太大瓶的 大瓶的通常來講問題就比較大一點 還有呢 瓶子它的封口 通常一定要 因為空氣一進去的時候 這橄欖油可能就敗壞掉了 這樣算兩道嗎 那有兩道 那已經有兩道 對 對 這種就沒有 這就沒有 要兩道 兩道的封 這一個口好像沒封 那一個是有封 這是有封 那是有封 這不容易倒出來 對 一定要有兩道的封口 還有更重要的 頂級的橄欖油 它幾乎是每一瓶都編號的 像這個樣子 對 單一的編號 然後如果說呢 如果說更頂級的橄欖油 它是完全有機生產的 對 那它上面也會給你打出 所謂的有機的生產的這個字樣 然後它所有的這個認證的這個單位呢 都會在上面打上它的LOGO 而且這個LOGO是固定的 不是隨便給你拉上來撕掉了 再接上去的 洗刷 對 洗刷都有困難的 對 剛剛我看到這群小瓶的 確實有看到 有那個認證單位的LOGO是有在的 大家必須要透過這個情況 才能夠去確認說 我這個橄欖油是OK的 是 那回家買回來之後自己不太放心 還是照我剛剛所講的 測一下發言點 沒錯 謝謝王老師跟這個吳教授 為我們提供的一些這個挑選的方法 謝謝 謝謝 好 剛剛我們已經了解了說 如果你想要用橄欖油你要怎麼挑 不過現在麻煩大了就是 辣椒油裡面也沒有辣椒 對 花生油裡面也沒有花生 是 麻油裡面也是假的 對 甚至連沙拉油也是假的 所以大家平常有在吃 我剛剛講的這些有嗎 都有吃過嗎 有 對啊 因為一想到你看我跟余文 剛剛做完月子 月子就要吃很多麻油 對啊 余文現在每天都在吃麻油 對啊 因為我才生一個多月 到現在都還是會吃一些麻油的燉品 所以其實後來這個新聞爆發就是很擔心 請問一下教授 一般來講這種混合油 不管是花生油裡面沒有花生 辣椒油裡面沒有辣椒 還有麻油裡面不一定有麻 那這種混合油對人體的一個影響 到底有多大 我們已經吃了好幾年 那影響很大 除非另外一種油我可以接受它 如果是陰兒油裡面沒有陰兒 我是可以接受 其他這些權位都不對的 對 真的 因為你現在發現 他會把它加進去 通常來講這些油 都號稱說它比較穩定 對 甚至可以耐高溫 甚至你拿到廚房去炸去炒的時候 它不會冒煙 這一講婆婆媽媽們都很高興 因為婆婆媽媽也都不喜歡 常常去洗那個抽油煙機 對不對 但是問題你要把一些植物油做到這樣的地步 通常來講它一定會氫化 一旦你把它氫化之後 這裡面就會產生相當大量的反式脂肪 所以反式脂肪就很容易在這一類的油裡面產生 再加上反式脂肪就是心血管疾病 或血管阻塞 你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血管真的是阻在這邊 還是阻在這邊 所以就很危險 非常危險的這個事情 然後再加上這樣的經過混合之後的這個油 它通常來講成分就比較不單純 那大家有時候在煮東西的時候 我要炸我要煮等等 大家都有一個溫度的概念 對 然後裡面有五種油 對 那五種這種油它的安定的這個溫度 限度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你要依哪一個為主 你如果用一個溫度呢 弄得不對的話 有些不安定的油它就分解了 有些安定的油也許才在 那你如果說 那挑一個比較低的這個溫度的話 挑一個比較低的溫度 那你可能東西煮不好 對 如果挑一個比較高的溫度 那其他不安定的油就分解了 分解了之後 這油就很容易產生 比較大量的所謂氧化性的物質 對 甚至脂肪酸就很容易分解了之後 產生大量的自由基 這種情況之下 對我們身體反而是比較不好的 我們現在甚至還想辦法去瞭解 據我瞭解是 我們大概是在2010到2011年之間 政府開始允許了調和油的使用 對 那調和油的使用 是不是開放了廠商呢 過度的空間去做造假 還是呢 有其他的這個原因 基本上來講最好的方式 是我們要用不同的油 對 不同的單純的油 其實我們家裡應該要有兩三種油 對 不一樣藍點不一樣冒煙點 對 但是一定要純的 那我要請問一下王老師 對 純的油怎麼挑 怎麼純 對 那怎麼來選 我自己家裡會這樣 我一定會有三大類的油 第一類高溫 剛才提到要高溫油炸 我真的小朋友喜歡吃大的 高溫油炸要用什麼油 那我會用飽和脂肪 飽和脂肪 那舉例飽和脂肪 就是以前我們用的豬油 牛油 對 椰子油 奶油 天然奶油 對 那這個比較穩定 你炸東西它油鹽點比較高一點 它裂變的速度比較慢 那第二類就是 我要涼拌啦 青草啦 對 沾一點來吃的 那就是所有的 所謂的植物油都可以 那盡量以冷壓出炸的優先選擇 對 橄欖油啦 沙拉油 芝麻油 另外一個概念是要教大家 你要輪流用 輪流用 我們選擇小包裝 那用完 我就像這樣小瓶的 200cc 300cc 好 我今天涼拌 青草東西用完 橄欖油用完 換這個什麼芝麻油 芝麻油用完換什麼葵花油 葵花油用完換什麼葡萄籽油 就是輪流用 第三類就是一般大家知道 油是營養 所以你要做補充嘛 魚肝油啦 魚油啦 對 我們要塞了什麼亞麻籽油 或者男人吃什麼 色物性的南瓜籽油 女生調理什麼荷爾蒙就是月薦草油 對 這就是保健的喔 不是拿來煮東西 也不是涼拌青草的 對 家裡我建議要有這三大類 這是 那王老師你教我們調好油 那要教我們做好料理 只有調好油有什麼用 對 你調到好的一定要用 適合的溫度煮它 不然你會破壞它 好 那我們請王老師來教我們做一個 非常好吃的用 王老師你今天要教我們的這一道 叫什麼菜 這一道叫做 水菜油 一般我們煮菜都是油菜水啊 對 油菜 你看我們當媳婦都知道 油放進去對不對 然後煮香啊 王老師你在家裡也是做媳婦的喔 我說你們做媳婦的啦 你們這幾位做媳婦 我們做人的媳婦太多了 對 你做媳婦 你要怎麼炒菜 我們婆媽媽會教你 油倒下去對不對 蒜糖的黑了 爆香 不是 油要倒下去啊 油倒下去 冒煙了就丟菜 對 沒有錯 剛剛都知道現在大家 我們那個吳教授也研究這個毒物很多 對 油只要冒煙那就是有毒啊 對對對 那就會自來 我們用水來炒菜 好 那很多婆媽媽會說 老師 水炒菜 我這次的人聽也很煩惱 對對對 很好吃對不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現場試看 老師炒的好吃的給你試看看 那我們就把鍋子熱 把這個 純水喔 三湯 大概兩湯匙拌就可以了 我捏好直接丟進去 那把硬的把它放在下面 硬的這個硬的放下面 菜更新一下 菜更新的對 菜葉放上面 這樣的話比較均勻一點 是 你看我這樣炒菜很輕鬆 穿西裝都可以炒菜 本來穿西裝都可以炒菜 本來穿西裝都可以炒菜 所以我們是兩個穿洋裝炒菜 你都怕油會 而且王老師 你哪一次來我們節目裡面 不是穿西裝 對啊 所以我示範意思是說 我這樣子穿西裝 很優雅就可以做 而且身上不會 等一下不會有怪味 好蓋住 不要動了就這樣 就這樣子 那這個只是一個 穿禮服也可以 也可以 那這個是一個經驗值 大火給它滾 那家裡的鍋子叫旁邊 等一下冒氣了 火就關掉 神瓦斯 可是你大蒜那些 沒有煎香對不對 對啊 這樣爆 一定會被鹹對不對 好 我的煎香在這一罐 這什麼 這是冷爆香 已經做好了 我爆香爆在這裡 而且我沒有用高溫喔 我這個是沒有加的 那你怎麼做的 這怎麼做 我們就把大蒜切碎 對 加到這個油裡面 我們就用好的 來 乾蘭油 就剛剛我們就把它倒進去 對 那給它放在冰箱 這樣做一定要放冰箱 而且我建議大家 這樣的話 大概兩個禮拜 上個禮拜就把它吃掉 新鮮 你聞聞看有沒有爆香了 我在這麼久 其實已經聞到 大蒜的香味好濃郁喔 一個晚上都出來了 好香喔 為什麼爆香 而且我是冷油 我不是熱油 其實煮菜 用蒸熟的 如果這個菜很乾淨的話 蒸熟的話 它味道都不會流失 而且營養還在 對 因為你會燙的 有時候都會流失 對 它的維生素 那除了這個大蒜 就是王老師教我們用得很讚 今天有帶另外一罐法寶 還有一個有辣椒的 真的有辣椒 然後有辣椒 用法是一樣的 乾的辣椒 乾的這個花椒 你看我這樣泡喔 更香 這也是用泡的 對 沒有加這個 直接用橄欖油泡 很香喔 對 剛我們已經滾起來了 超香的 超香的 沒有炒 沒有炒 很像炒過 沒有炒 我敢保證 跟外面那個 那如果要他們幹嘛用炒的 你這樣就可以了 對 所以 我的話我建議大家 觀眾朋友 現在有在教人家用高溫去炸 其實我不建議 因為還是會破壞這個油 哇 那今天把我們過去傳統的觀念 對 這樣我們可以拌一下 所以王老師你這辣椒 真的很香 你這辣椒是怎樣 把它剁碎 然後加辣椒籽 然後加橄欖油下去泡 一樣一樣 就跟大蒜一樣 只是我這次用乾的辣椒 跟乾的花椒 乾的 這個也要泡一個晚上 要泡一個晚上 那濕的辣椒不行嗎 濕的會有水分 怕會產生這個肉度感菌 所以這個一定要放冷藏冰箱 我們在用不可以放濕溫 所以底都用橄欖油就可以了 對 我建議 當然剛才我們講調和油的壞處 對不對 對 調和油不適合高溫 因為它爆一點不一樣 那我們如果自己這樣泡的話 像我就用一點好的橄欖油 我會用一點這個好的亞馬人子油 對 因為Om3 一個Om6 一個Om9 好厲害 好厲害 對 所以這一個黃金比例 好 王老師我們的菜好了嗎 菜雞好了 哇 天啊好漂亮 顏色還翠綠綠綠綠 所以你看 我們有炒 這完全改變了飲食器 對 那我們就把這個好的油 來 這個時候 拌一些 還是有蒜味 還是有蒜味的 而且大方的加下去 而且我這樣煮 我們家的那個抽煙機的油炒 對 大概半年才倒一次油 會不會太多 不會這樣就很香的 可是你火沒有關嗎 有 關了 關了以後 剛才冒煙我就關掉了 對 焖一下就好了 是 所以等於完全沒有炒到 沒有炒 對 它這樣身上也不會有那個 黃麵婆的味道 對 沒錯 真的你的西裝都沒有味道 都沒有味道 其實已經一年沒洗了 那如果你們想要一點蒜味 辣味 我們加一點這個很香的辣 謝謝 我是很喜歡 可是 配奶的可以吃嗎 可以 一點點 一點點應該可以 滿清脆的 你看這顏色都沒有變化的 好好吃 沒有變化 那個甜味跟那個菜的香味都會流住 對 而且大蒜乾油的 所以你們製作的手續是倒過來 倒過來的 吃起來不輸給那個用炒 對 健康指數絕對是超過那個蒸臭 對 滿像炒的 這跟炒的一樣 一樣 好好吃 大蒜的香味也一樣 而且吃得到那個菜的那個清甜味 清脆爽口的那個感覺 因為是用好的橄欖油 其實我覺得它吃下去 它不會像我們一般人 比如說我們要減肥的 吃上廳菜 都覺得那個菜 對 它這個反而很滑潤 對 然後有那個 木草香的有沒有 有橄欖油的香味 對 好吃 而且 出乎意料 那個蒜味什麼 其實經過這樣子 它還是都出來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王老師 謝謝 謝謝 剛剛那個非常好吃 好好吃 我到現在整顆心 都還掛在那個菜上面 對 除了這個以外我想 外面很多很多的一個假的食物 對 現在我們要一一的來戳破它 還有 還有哪一些假的食物告訴我們 季晴姐最喜歡吃的日本料理 相信季晴姐是吃日本料理的時候 一定會點這盤就是 鮭魚卵壽司 對啊 所以要告訴大家這個 渾圓飽滿的鮭魚卵 竟然也是假的 不知道大家分辨得出來嗎 鮭魚卵也可以造假喔 你們都知道鮭魚卵有假的嗎 對 我知道 我真的現在才知道耶 真的假的 那你們怎麼分辨呢 不是 真的 不是 它很容易破 比較薄 很容易破掉 它很容易破掉 但是假的它就是很多 比較不容易破掉 對 要用力 很像在我們類似在咬那個什麼 珍珠的時候有沒有 對 會有一點點口感 但其實真的鮭魚卵 它就是等於用你 你用舌鴨 輕輕一壓 它就會入口氣 對 我們就是在吃 的那個口感 對 才是越完蛋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因為我幫鮭魚接生過 我跟你講 因為當我幫鮭魚擠出 它的鮭魚卵的時候 好可愛喔 你怎麼會有這種體驗 好棒喔 還是外景 對啊 好棒喔 台灣有在養殖的 然後你這樣擠出來的時候 那個時候 你第一次看到 鮭魚卵擠出來它的 大小顆粒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個 我們都吃一樣大的 這個都是大小一樣的 是不是 它大小有差到多少 是右眼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大小去判斷之後 就吃 然後後來 是覺得越容易弄破的 是真的 越難 就是你在嘴巴裡 要稍微把它 噔 的那種感覺 可是後來你有吃過假的 對不對 你有去抓 有 我不久之前 才有試過一次 為什麼 怎麼試 就是我去吃 也是一樣 就台灣很有名的一家 壽司店 然後它的價位還比一般的 偏高 什麼鮮的 再高一點的那一種 然後我就吃 那一天我就吃了 就是閒著沒事我想說 因為你一定會點鮭魚卵壽司 一定會 來的時候我就想說 旁邊是不是都有那個 你自己弄的 加熱的熱水 對 然後還有放芥末的那個小碟子 那你帶哪一家吃的 我就拿一個碟子起來 然後呢 就夾了一顆鮭魚卵在裡面 然後用滾燙的熱水把它浇下去 然後我就發現 一點都沒改變 然後它的心臟 應該要有改變嗎 要啊 因為你想喔 如果我們是蛋 一般的蛋的話 你把它加熱水 它會首先蛋白質會變白 會變白 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可是它那一整顆蛋啊 完全沒有改變 外型還一模一樣 然後我讓它 竟然可以在熱水裡面 這樣滾動跑的 哇 然後我把它夾起來 然後我就很 有一點你知道 心情不好 滿貴的啊 對啊 我說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鮭魚卵 我覺得它是假的 然後他就 怎樣 他就很緊張 他應該冒冷汗 不可能啊 我們這個不可能是假的 我們這個都是從日本進口來的 日本進口的假的 可是我跟你講 高級假貨 真的 然後後來他就進去裡面 拿出他那個包裝來給我看 我就看了 果然上面有寫 但是問題是 他分裝的產地在台灣 他有蓋上一個 所謂的日本從哪裡來 然後分裝在台灣之後 我懷疑他就是 到了台灣之後 被掉包 台灣人這樣也太可憐了吧 日本來的就不會有假的 有蓋上台灣的 他說有可能是假的 可怕吧 可怕吧 我就很神奇 我說你這個 我覺得真的是假的 其實你剛剛在講的 就是說日本原裝的 就不會有假的 其實很多台灣製造假的東西 都是印日文的 對 你不曉得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要後面 那個公司會印一個 諸事會社 對 上海裡是真的 對 你按照那個地址去查了之後 我發現 根本就沒有 而且那個工廠 就來台灣的哪一個工業區裡面 對 請問一下王老師 一般來講 鮭魚卵它就屬於比較高貴的食材 對 那它是怎麼來製造 用假的 其實這個假的製造技術 也是從日本來的 真的 那他教我們的 所以不是我們台灣人在教 因為這個網路上也有 不是說網路上 真的有這本書 對 這個添加物的問題 是 那也是日本的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食品添加物的 這個發明人 他自己寫的書 他也現場做給你看 是 因為真的 真的鮭魚卵大概要兩三千以上 一公斤 對 假的鮭魚卵 那他用什麼 很簡單 就好像做QQ一樣 是 婚儀 它有分蛋黃跟蛋白 對 最後要裝一層膜 所以他一般用一些明膠 對 用一些所謂海藻酸鈉這種東西 再加 讓它凝固 對 凝固以後還要再加一個東西 在我口袋裡面 你也有 不是 你要拼起來要有香 對 要有濃烈味 對 所以他要加一個這個所謂的 海鮮香精 又有香精 什麼都有香精 海鮮也有香精 不然假的 它味道怎麼 好多喔 對 我們家的是用什麼 沒有 我們家都是真的 假呼到我 我們老公買的都是真的 他沒給這個味道 你會一次就知道它是不對 真的喔 所以你家好的真的 那本料理其實是不可能到這麼便宜 對 對 人家貴是有原因的 對 所以這個落差很大 對 那請問一下教授 這種山寨版的鮭魚卵 這種假的裡面有明膠 有一些香精 吃下去對人體有什麼傷害 你想想看嘛 裡面會有各式各樣的色素 對 鮭魚卵裡面不是 裡面 通常來講裡面還有類似 類似一顆這樣紅紅的一點 好像那個卵 對 那個紅紅的一點 照理來講 你如果是真的鮭魚卵的話 它實際上來講 它應該是一直都會跑到上面去 它會自己移動 對啊 移動 照理來講你放著鏡子 它應該是持續都會在上面 不上去 不應該在中間或在旁邊 所以把它夾起來看一看 也可以判斷 手拿起來看就可以 嚴格來說 那個東西就可以用色素 我等一下就想吃日本料理 然後就看 我跟你講 你真的要試超有趣的 我看就很快 我想要看 然後你想想看 裡面剛剛不是說 它除了色素之外 它還要添一些油嗎 對 那油有可能是沙拉油 更倒楣有可能是現在 我們正在夯的這個 加了棉子油的這些油 對 尤其是大同輩 所以你還想到 實質上來講這些假貨 不但營養沒有了之外 你還吃進去了色素 所以吃進了這些不好的油的肚子 還有香菌對不對 海鮮香菌 還加上這些香菌 這問題本來就是很大 剛剛教授已經給你們一點提示了 所以你覺得哪一個是假的 A還是B 我覺得B是真的 B是真的 A是真的 A是假的 對 A很硬 就是我們在大的 這麼硬 三位 你們跟他們說 我們在那裡的怎麼會把他加了 學藝眼 從四個人的那裡的字 還在加那個學藝眼 來 把他加那個學藝眼 幫我們上字幕 聽懂 字幕聽不下去 大家什麼的 鄉親話 客語對的 是 教授教育趕快選 因為很耐心 那個張三位又造假了 那是真的 大家都覺得是硬 都選了 好 那我們請吳教授來幫我們解答 幫我們 教我們怎麼來挑真的 鮭魚卵 其實從剛剛外觀這樣子 稍微看一下 判別一下 手捏一捏 因為真的鮭魚卵很容易就破掉 對 那假的鮭魚卵 宇文剛剛拿那顆 還可以這樣子 好有彈性 好籃球 所以你掉到地上 它還不會破掉 另外一個方法比較簡單 就是我們拿兩杯熱水 剛剛那個 真正的客家人曾經講過 對不對 把這個鮭魚卵把它放進去 看它是真的假的 那你會發現它是白色對不對 馬上出現那個 是像蛋白 對 蛋白 這個再把它加進去看一看 對不對 這顏色白 也有耶 但是你會發現 顏色 這是橘色的蛋白 對 這是純白的 它有辦法做到連蛋白也出來 蛋白都做 你那天太假了吧 你那個連蔥都不會有 對 它沒有蛋白 沒有蛋白 這至少還有耶 那這個還做得比較逼真耶 它是貴的 貴的假的 那教授這個攪拌一下會比較清楚對不對 對 這是純白的 透明的 攪拌一下它變純白 這還是白的 這一個我們也給它攪一下 這應該有色素對不對 它會不會橘珍 杯水變橘 比較 變橘色 對 對 橘色的了 另外一個方法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它這有些色素 因為它會浮上來 對 另外有一個方式也可以測試的 對 你就是拿兩杯 但是是鹽水 鹽水 鹽水 然後呢 如果是假的話 它會產生像這樣子 白色的出現 這樣產生白的是真的 產生白的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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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用鹽會這樣 因為它那個 這整個球 它本身的這個表面張力不一樣 表面張力不一樣 於是這個球它要碎開 碎開的時候 那裡面的東西 跟我們的鹽水它是產生 所謂不複融的現象 所以產生白的是 原來鮭魚卵真的有假的 而且我們今天做完實驗之後 以後觀眾朋友到日本料理店去 都先點盤鮭魚卵出來 你說有沒有白開水 熱開水 有沒有熱開水 老闆都說沒有 然後我們都自備 沒關係我有帶 對 這樣子鮭魚卵真假 馬上就獻出人事了 好可怕 好 我們謝謝教授 謝謝 那其實現在的食物啊 真的太多都是假的 所以到底民眾該怎麼辦 我們只好靠自己 看看現在才知道 教您一些撇步 然後自己可以測試一下 到底你吃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沒有錯 以假亂真 亂到讓你看看不出來 沒錯 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目前真的很可憐 花生油沒有花生 辣椒油沒有辣椒 怎麼會這樣子 誰來幫我們把關 政府你每天都在收稅 要讓老百姓生活安心 廠商你每天都在賺錢 要讓消費者吃得安全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找回我們的良心 找回吃的信心 好 謝謝 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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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